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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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个救生圈来告诉大家 要注意的是溪水会暴涨 因为你如果看着那山头顶上乌云密布 溪水很快就会要暴涨起来了 所以要提醒你 如果在西边活动或者工作的朋友 都要特别注意 赶快离开西边是最安全 尤其又是农历七月 更要特别的小心 目前看来这样的天气形态说 会持续有三天的时间 三四五三天 而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又是天气晴朗 午后震雨又要再度减少 因为高气压又要略微的增强了 说到雨来看看雨了 今天的降雨状况 在北台湾有一点并不多 中台湾的南投山区有一些 阿里山有一些 再来就高坪这边山区 从平原下到了 山区下到了平原地方 而且在台南高雄这边 发展的热对流 在平地的部分还蛮明显的 像今天在台南国道一号附近的 雨量就到了九十多毫米的降雨 这就是瞬间的雨量大 那来看看现在晚上的时候的 雷达回波了 回波上面可以看到 水气移动的方向 正在逐渐往海面上走 整个降雨的状况 正在逐渐的缓和下来了 南台湾这边有一些水气进来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会使得恒春半岛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有些零星的降雨 那我们把这个雷达 来给它定格看一下 就可以注意到 整个云系的发展来说 在目前的话呢 是在高雄外海这边 有云层正在消散 但是我刚刚提到 在屏东这边的云带 正在逐渐地通过 北台湾这边已经云层都少了 天气转晴了 有朋友就问我说 那今天一大早台北怎么会下雨 因为就是海面上的水气 进来的时候 进到了台北盆地 因为台北盆地到晚上 温度还是偏高 所以整个对流一发起来 就相对着在天亮之前的时候 北部地区就有一些 零星的降雨出现了 但我们注意 海面上还是有些对流 云层在海上 而且这代表说 我们附近环境场的水气 已经在增多了 接着来看到这张 射掉强化的北半球的卫星了 用这张来看什么 来看比较大的范围 先注意到这个是高压 这里是低压 这个低压往海南岛方向走 这里是一个大的低压弹 再再来关岛的东边 这边又是一个低压区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因为在高压的边缘的关系 明天高压的势力略微的退缩 南边的水气 就会沿着高压的南源上来 使得我们的环境场水气量增多 所以未来的三天 午后争雨的状况 都会比今天的量跟范围 面积还要再增加一些呢 微星云图上面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整个云层的发展 最主要的整个江雨的形态来说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雨就是午后热对流的降雨 而到了现在晚上的时候 大家从这张云图上就可以看到 雨的部分就这个云层 已经正在逐渐的消散当中了 可是从这张彩色云图中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高压的势力在这个范围之内 而随着明天的时候 有些南边的水气拉上来之后 随着南风上来 使得我们台湾上空的 午后争雨的状况 会就比较明显 就这个原因 而随着地面图上也可以看到 北方有封面带低压系统 往大陆方向走 那这个大低压区的低压还上不来 因为高压的势力还是偏强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什么 注意就是到了下个礼拜的时候 这个高压势力 它开始要退缩以后 下周一到下周二 它开始退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到南边这边 有没有一些热带扰动系统 有可能会发展 当它如果发展起来的话 它就可能会沿着高压边缘 往北走 当然如果高压退缩的速度够快的话 那相对的下礼拜三 礼拜四低压系统 就会往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 但如果它退的速度慢 那它可能就会沿着 石渊宫古岛方向而逐渐往北 那这等到了下周 周日到下周一的时候 我们再来观察 南边这个大低压带当中 有没有系统发展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 温度状况中午闷热 午后阵雨各地都会出现 中部地区山区下午要注意农物的状况 南部地区的午后阵雨 跟今天一样范围面积都蛮大的 东半部倒是台东的山区有午后阵雨 宜兰跟花莲好天气 外岛地区天晴 但澎湖倒是会有一些零星的 南风带上来水气影响 未来一个礼拜 午后阵雨到周五 周六周日好天气 只剩下山区有午后阵雨 那下周三以后倒就注意到 低压系统是往哪里走了 外岛地区也是天气稳定 小叮嚀两件事情要提醒 门热记得多喝水 下午外出活动记得攜带雨具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订阅 我说你这边 什么 不信吗 就这么多 你 对